我想大凡看过原著的人都会对影片失望的度 但是时尚没有看过原著的人 对影片就会持赞许态度吗 在我看来也不尽然 小说改编成电影 大多情况下都是不尽如人意的 至于原因当然是有限的空间中 无法禁述小说中的所有精彩与想象 也有原因是一群守旧者 对编导们擅自改动原著的不信任 当然也有例外的 但那毕竟是少数 对于此片来说 故事大家都知道 就不必细说了 人物性格方面也不必说 这毕竟是一部相对而言 极为尊重原作者的电影 但事实上问题便是出在这里 电影如此尊重作者 那在小说语言变成视听语言的时候 便一定会出现问题的 而此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作为一部畅销小说 它并不是以人物性格吸引读者眼球的 而整个故事其实也是十分的简单 没有太大的悬念 但之所以引来无数的读者的最主要原因是 它对西方文化的另一种解释 这对中国观众来说 可能会是一个阅读障碍 这种解释依靠的是西方符号学 绘画学 人物传奇 历史背景等 这些元素 以小说形式读起来是十分吸引人的 但对于影视来说 表现起来就十分的困难 如何把这些符号等元素 运用视听语言表现出来 去吸引观影人群 我想这是导演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但看过此片 我们会发现 导演并没有完成这个工作 而且显得卫手卫脚 所有符号的画面 显然都没有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 主要是镜头的运用 几乎没有一个符号 得到持续的强烈的渲染 这显然给观众 无法带来视觉上的冲击 所有的极为常规的镜头 都无法将符号体显出来 而影片中 符号的重要地位 是每一个看过小说的人都知道的 换句话说 没有符号就没有这个故事 所以 影片对符号的渲染手法过于频繁 也就注定了影片的失败 第二个问题则是节奏 由于强大粉丝的压力 导演在对原著的取舍上 产生了重大问题 似乎力求把小说中的 所有情节都放进电影中 但事实上 这也是错误的 作为小说来说 有一种调节节奏的方法 那就是心理描写 大段的心理描写 与分析是小说的特点 也正是这种东西 会把小说的节奏体现出来 张弛有度 起伏不断 但视听语言对心理描写 只能通过视听手段实现 也肯定不会达到段落效果 所以少了小说中的心理描写 只能把一个个逃亡点拍摄出来 但事实上 我们没有看到高潮 没有看到一处紧张 与一处松弛的对比 都是蜻蜓点水一般带过 节奏极为平缓 这是一部商业片最大的硬伤 第三个问题 便是内在的悬疑牵动力 前面已经说过了 小说最大的优势就是解密的过程 但导演在拍摄的过程中 似乎将精力放在了人物的现实中 没有太多的秘密的渲染 不仅仅表现在符号没有强化 也表现在那些历史没有强化 发现的线索同样没有强化 换句话说 影片整体的悬念氛围并没有造就出来 所以无法真正的牵动着观众的心 使得影片远没有小说那么吸引人 其实在我看来 此部影片并不适合那么大的制作方案 抛开演员阵容 也抛开各个场景 我们看到的空间 其实上都是十分狭小的 这些狭小的空间 即适合Cout风格的影片 镜头的强化与不确定 色彩的浓重与反差 将会补读影片中的大量的分析 与讲述所带来的疲劳感 节奏也会因此而改变 不知道导演为什么先将此片确立为 美式正片的拍摄方案 显然整体上的策划 以这个故事本身就有脱节的嫌疑 看来一部小说即便十分极为畅销 也不一定就适合影视的拍摄 即便拍摄 整体的策划也要寻对路子 看是否适合影片故事本身 否则手段错误将会造成影片本身的失败 印第安娜琼斯系列 与国家宝藏系列 在主题与内容上 与本片有近似的地方 这类动作影片的成功之处 便在于用动作解决了影片的节奏 和视听表现问题 所以这两部片子的常规拍摄都无可厚非 顺便说一句 此类影片可对比中国的盗墓电影